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標股特寶開車 我是翁明松 帶你新宗 賺錢 今天的台股大跌208點 一樣 我的看法從來沒有看過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訴各位 如果行情在漲 我就告訴你台股未來會漲 行情跌 我就告訴你行情未來會跌 看圖說故事 請問你告訴我 誰不會 那市場上還有人賠錢嗎 就不會有人賠錢 還是一樣 我們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 滿載而歸 是你在事前有做好準備 來 今天一大早開大平盤附近小跌22點 盤中最低啊 只有跌10點左右 我們避險再出擊 那為什麼我要避險不用我多說 因為我已經強調了兩個禮拜 對不對 今天大跌223點 積極避險 VS 就是獲利滿滿啊 你有沒有賺滿滿的額包 有沒有 那為什麼你會賺滿滿的額包 是因為你知道高鐵到了 積極的把股票出掉之後 反手做避險的動作 我再強調一避險的目的 不是為了賺錢 是為了保護各位 是為了讓你的資金可以永遠 目前都能夠留下來 如果台股會修正 而你去做多 把股票賠掉 把錢賠掉 那還不如去做避險 避險的第一個目的是要避開風險 第二個目的是要 希望你在修正的這一關過程當中 不要去做多 因為你手上有現金 台股在跌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覺得 沒有股票 手會癢 可是如果你去做避險的動作 你就不會覺得手上沒有股票 因為你也在操作 對不對 好 這是上禮拜四 不會有人跟你講真話 因為當天的指數漲58點 我說這個漲的58點 是尾盤拉上來的 這個是要還的 好 如果真的沒有行情 你為什麼硬要去做 老師啊 你怎麼看有 明明就起58點 起58點你跟我說沒行情 你是眼睛去顧就拉罵嗎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不認同耶 甚至還要打電話來叫耶 老師 你在喊什麼 你恐嚇我 對不對 我再強迫我從來沒有恐嚇各位的意思 我只是把我看到了告訴各位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你不要賠傻的錢 在未來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你可以賺更多的錢 對不對 那請問有沒有人願意講真話 沒有了 因為大家看到的就是這裡 漲了58點 可是我卻告訴你 如果沒有行情 你為什麼硬要去做 對不對 沒有人認同啊 那你要知道 為什麼可以漲58點 因為尾盤這一盤嘛 國泰金 包括台塑 台塑 南亞 台化 尾盤都是一盤就拉上去的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國泰金就好 其他不看 今天殺到快跌停板 請問要不要緩 請問要不要緩 要不要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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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要緩喔 而且要Double緩喔 你把漲的這60點乘以3 還不夠緩喔 大跌223點 有沒有緩 如果真的沒有行情 你為什麼要去做 你去想這個問題喔 如果沒有行情 為什麼台面上有這麼多的人 告訴我逢低買進 告訴我這裡可以做多 未來會有圓越行情 會有慶祝效應 因為沒有人願意講真話 對不對 只有誰願意講真話 所以說 你會發現喔 當台股漲58點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各位的 那明明是去喔 你又跟我說沒行情喔 你不只跟我說沒行情 你跟我說什麼 還要再重申一遍 不管你認不認同 我都要把我看到告訴各位 再重申一次 對台股短線的反彈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不要亂猛喔 台股會大漲啦 修正坡已經展開 你又說齁 老師你到底是看有看沒有了 明明行情在起啦 當天呢 禮拜四明明行情是漲 我卻告訴你沒有行情 我不只告訴你沒有行情 我還硬要告訴你 不要抱太大希望 修正坡已經展開中 展開 中間可以有休息 可以喘氣 但絕對不是買點 空手則保持空手 空手則保持空手 避險操作 或者做避險操作 下面的空間很大很大 我有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有沒有因為禮拜四漲58.5說行情來了 沒有喔 絕對沒有喔 保證沒有喔 那為什麼 因為我把真相告訴各位 是希望各位都不要受傷 良藥苦口啦 好 我大可告訴各位 現在保持空手 不要買金額的股票 滿手銀彈 實成現金 等待崩盤後的最低一點出現 可是這種很 我怎麼講 這個是比較保守的操作 可能指數跌個兩三百點 你會受不了 你手會癢 所以說我現在要做的動作就是 讓你反過來 積極的去做避險的動作 因為只有這樣子 你才可以 不會急著去買股票 好 所以很簡單啦 我們來看這幾天你看到什麼 從1號 元月1號開始 今天是1月4號 1號2號3號 你天天聽到都利多 四大基金封關加碼30億 2016年 的台股票會長得像mike一樣 火山爆發 對不對 你看到什麼 大跌223點 有像嗎 四大基金封關加碼30億 頭版 1月2號 元月2號的頭版 15黨利多齊發 賀新年 展開元月行情 正所稅廢除 哇 旁邊全部都是利多 有沒有 隆中利多嘛 對不對 好 2號 元月3號 正所稅落幕 錢 來也 大戶 中時戶 資金 渴望回流 大跌223點 你覺得有沒有回流 你看到的都是假象 如果你看到的都是這些 我想問各位啊 你會賺大錢嗎 我怎麼告訴各位的 很清楚啦 我沒有改變我看法喔 這個就跟前一波的高點是一樣的喔 10月底 大家都告訴你 他看到兩隻燕子 請問你告訴我 有沒有人告訴你 有沒有人提醒你 這高點快到了 兩隻春燕到 景氣斬笑眼 10月26號 10月26號怎麼告訴各位 建議多觀察少動作 萬一走西坡8217恐怕不是最低點 還不是最低點 不好意思 10月26號那天指數在8500點之上 我告訴你會跌到8200之下 結果跌到8000點以下 好 11月27號 保留大部分現金 因為再過不到一個禮拜 將出現死亡交叉 一個禮拜 那事實上呢 那個時候還沒跌 可是過了三五天之後 就崩跌啦 對不對 就跌了500點 從8500點 一路殺到8000點以下 好 11月27號大跌86點 我們一點都不及 要有耐心 11月30號禮拜一 台股暴跌159點 我想問各位 是不是每一次大跌 指數只要大跌 你就會聽到 大跌就是買點 那趕快買啊 今天大跌223點 這絕對是買點啊 因為別人都跟你講大跌是買點啊 可不可以逢你買去 不然你聽到的就是彎腰剪鑽石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可是為什麼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會天天掉下來呢 對不對 當你每天聽到這些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的是 滿手現金保持空手 好 有沒有 哇老師啊 每股上演慶祝性反彈耶 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不是看圖說故事 行情漲我們就說漲 報紙報什麼我們就講什麼 我們要去把它解讀 到底它是對還是錯 當指數漲55點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的是 格局改變了嗎 你應該利用反彈的時候趕快跑對不對 12月8號禮拜二 台股終於大跌 不要老想著賺錢喔 先把行情搞懂再說喔 那行情我已經告訴你了 要走西坡會大跌 所以說跌是應該的 12月9號禮拜三再度暴跌 不要再彎腰減鑽石了 好不好 12月10號再跌 暴跌 12月11號一大早 我請你利用趕快反彈 利用提槍快跑 趕快逃命 好 12月11號早盤在這裡 你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可以逃命 你不逃沒有關係 他還是大跌101點 一直跌到放完假 你放假前夕你根本睡不著覺 對不對 你週末每天睡不著覺 你週末很痛苦喔 因為台股跌了一個禮拜 對不對 放完假更痛苦 大跌135點 你剛好砍在最低點 受不了了 怎麼辦 主跌段五天跌掉555點 讓我很心動 這一段時間我天天都在流口水 但是我不會天天帶你買股票 我說他像11月16號一樣 所以說 在這一波的 在前一波的崩盤跟大跌啊 我只有在某一天帶你出手 就是這一天 12月14號 禮拜一 買股票 好 我告訴你說他像12月 他像11月16號一樣會反彈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做了唯一的多單 也在這裡做獲利出場的動作 全體會員通通進場 全體會員通通把股票賣掉 獲利放口袋 有沒有 有啦 好 那11月16號怎麼做的 一樣啦 我說這裡跟這裡一樣會反彈嗎 我們來看 那我已經跟你講說他的反彈是弱勢反彈 300點 大概是三週 好 有沒有反彈 有沒有反彈 應該見好就說獲利落胎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賣掉 最好賺那段賺到了 幅度夠 差在週期 所以說你看到後面在震盪 大跌你不用緊張 拉起來 台股剩什麼 雞肋 十之無畏 氣之可惜 10點 哎呀8點 再來呢 像露4點 請你站在賣方操作 我知道你不習慣 你不只要把股票賣掉 還要反向做避險 你才有辦法避開風險 好 12月29號禮拜二 大跌 壇中大跌71點 收盤跌64點 長黑吞噬 我能講的 我都已經講了 該賣的請你趕快全部都賣掉 可是當天晚上 你還會找一大堆借口 告訴各位 今天的大跌是買一點 對不對 我們當天晚上歐美股市大漲 全面強談 隆重去喔 請問你有沒有找一大堆的借口 告訴你 不要把股票賣掉 因為已經大跌了 所以大跌是買點 可以逢低買進 對嗎 我們來看到底對不對 12月30號禮拜三 雖然開高 收盤跌13.9點 我們還是告訴各位 積極避險 獲利ING 所以說這個開高是怎麼樣 是讓你跑的喔 那我都有講喔 12月30號 或許美股的強談 對台股 台股會反應一下下 但該來的絕對跑不掉 逢高趕快跑 積極者請你避險操作 很多人不願講放空 我也不希望放空 我也不喜歡講放空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 如果指數會跌 而放空能夠賺到錢 那我覺得 為什麼不能做 對不對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避險 就是這麼簡單 我再強調一遍喔 股票市場沒有百分之百的東西 沒有永遠都在漲 沒有永遠在跌的行情 所以說操作也一樣 沒有百分之百這種東西 但是可不可以盡力做到最好 盡力做到最好 不是每天都叫你放空 死空頭 或者每天都要叫你做多 當行情不對的時候 你要會變聰明 這樣知道齁 好 所以說 我說這一波叫做反彈 這一波的反彈 就是會像這一波一樣 弱勢反彈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做多 當然可以做多喔 但是你要買到最強的那一檔股票 這一檔叫做經電 它有沒有反彈 最慘的兩個產業都反彈了 LED跟面板 那你要買你也要買最強的那一檔 那如果沒有買到的 請你不要再買了 對不對 我說這個叫短打行情 有賺要跑 那該賣的時候我都有跟你講喔 我想問各位 有沒有漲 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經電有沒有漲 今天大跌了齁 有沒有漲 你再去看有沒有漲 有沒有漲 它沒有跌啦齁 過去這兩個禮拜沒有跌 可是今天咧 一隻長爺就下來了 對不對 那一光就不用講了 有達也不用講了 群創更不用講了 全部打回原型 好不好 所以說你要買最強的對不對 強短賺錢賺完就要跑 好 那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主流 真正的主流叫做生技股 那如果生技股是已經在做頭 已經有做頭的跡象 老師還沒做好 你等它做完那就慘了 對不對 它會帶頭殺 是不是頭部型態 這我之前都講過了齁 我站在看這是不是頭部型態 很恐怖的頭部型態 看不看無 好再來 我們看這個公司齁 不是說這個公司啦 我想問各位齁 如果這是多頭行情 剛掛牌的股票會怎麼樣 會飆漲喔 可是你沒看到齁 最近掛牌的股票通通都大跌齁 連主流的生技股也在跌齁 對不對 不是你再看一次齁 今天怎麼樣 又創了波段新低啊 掛牌之後 就沒有行情了 而且天天大跌 好 所以說你會發現齁 連龍頭股 它的頭部型態都出來了 有沒有破線 那你要不要跑 你用反彈趕快跑 你不跑 它會跌給你看齁 而且是剛開始崩跌齁 所以說我必須要強調一遍 如果主流股 它已經有轉落的跡象 那其他的股票更不用說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子指數就很容易往下修正 加上現在量不足 我想問各位 你現在去做多是對的嗎 我必須要強調一遍 我們都想做多 你要做多我也要做多 但是我要等到指數跌亡 我才會帶你做多 所以說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不是叫你 硬要叫你去做多 而是先叫你去做避險 避開這段風險之後 我未來會帶你做多 所以說呢 上市比較強 因為面板LT在漲 對不對 它是掩護上櫃在殺 現在在殺大型股 就是上市喔 來 上櫃已經在殺了 對不對 所以說台股我們叫什麼 B級做避險 提防大跌 我都是事先預告 有沒有跌 你自己去看喔 我們講完那一天是黑客棒 對不對 還是漲喔 可是隔天呢 隔天黑客棒 老實上升了 你才有準 你才有準 我怎麼告訴各位 我送你六個字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送你三個小心 好 禮拜一 長夜吞噬 修正的開始 你還是不相信啦 你還是不認同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指數 在這裡在判 甚至禮拜五在漲 對不對 好 我們帶你做避險 馬上賺錢 隔天暴跌 後面緊接著一路倒跌 一路大跌 一路大跌 一路殺到創新低 上個禮拜 我們積極在帶你去做避險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帶你避險的股票 它的漲 漲像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我不用每天講 不用通通都講 它的走勢都是一樣的 幾乎是一樣的啦 百分之九十啦 大跌 再跌 繼續跌 跌到上禮拜四 拉尾盤 周四的台股強彈 又怎麼樣 照跌不悟 到今天還在跌 天天跌 天天賺現金 對不對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還可以加減賺 你說好不好 你說好不好 是不是滿載二貴 是不是滿載二貴 好 再來 好 那如果你還來不及的 你前面都還沒做到 沒有關係喔 一樣是頭部型態 很漂亮的頭部型態喔 這個一定 這個一下去喔 速度會很快 歡迎 避 現 有興趣的 請你跟上腳步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很簡單 或許報紙上面 所報導的任何一句話 你都不願意 你都你可能都會 採取懷疑的態度 因為民生老師說過 報紙的話 不能聽 不能看 但是有一個人講的話 你要聽 對不對 他的話要聽 對不對 為什麼要降息 很簡單喔 經濟真的太糟糕了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CCI連八降 消費信心大跌 這我講過啦 而且是破紀錄喔 消費者信心大跌 這數字很明顯啦 不只如此 失業率創新高 這是七年來所見 十一月比十月還慘 在消費旺季 在傳統旺季 出現更明顯的衰退 這是七年來所見 失業率破紀錄 亞洲四小龍最高 甚至比日本還高 連出口都連實推 而且衰退幅度擴大 雙位數衰退 這已經創下金融海嘯 最淒慘的紀錄 那我想問各位 現在可不可以做多 答案已經出來了 認不認同 你自己去研究 這考驗各位的智慧 如果你希望 每天都在風低買進的 你自己去買 我請你先做避險的動作 有錢賺多減賺 賺完我再帶你做多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 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用最貴的速度幫你翻身 帶你買標股賺大錢進廣告 好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達投資網站 每日提供即時專業研究報告 邀您鎖定瀏覽 您投資最佳的選擇 噴打頭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絡 鵝排氣密窗 賴斯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 國際趨勢的立法委員 賴斯堡委員 在台北市 聽澳 瓜伯 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跟立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斯堡委員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想清楚誰可以幫你賺大錢 再強調一遍 你將來有多少錢 決定在你現在的一個決定 我們給各位百分之百的實戰 我們給各位三大保證 我們股票絕對是精選 真的讓你看到買到賺到 所以說一定是要事前預告 有買有賣 股票市場沒有永遠的多頭或空頭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哪裡是買點 更要知道哪裡是賣點 所以說真正的關鍵是 你有沒有把股票賣掉 10月4號我告訴你收工了 打烊了獲利下車 請問有沒有人告訴你要賣股票 沒有人 因為你看到都利多 你看到通通都是利多 11月5號再強調一遍 依規劃收回銀彈 沒有人規定股票天天買天天做 當你滿手銀彈就不會手軟了 我問各位 11月4號是禮拜幾 11月4號是什麼時候 是波段的最高點 的前一天 11月5號在重生的時候 請問你告訴我 有沒有人認同有沒有人相信 結果跟上禮拜 我告訴你要把股票賣掉 要積極做避險的操作 可是有沒有人認同 沒有人認同 那誰對誰做 你至於研究了 在這裡叫你賣股票 後來崩跌之後 我不多說啦 崩跌 來 11月4號我帶你賣的兩檔股票 11月4號 奇力心獲利下車 節目上公開預告 11月4號 另外一檔股票 叫秦雅 叫你獲利落袋 11月4號 會員分兩批尾盤全部獲利出新 11月4號秦雅獲利出新 11月4號七天狂飄五成的 秦雅獲利出新 在這裡賣 在這裡叫你賣掉 對不對 賣掉之後崩到11月6號 還記不記得 就是這裡啦 就是這裡啦 我沒有叫你買股票 有 我叫你買南光 那過程我不贅順 我沒有叫你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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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說台股叫做弱勢反彈 所以我們在這裡叫賣 你還不賣嗎 我都已經賣囉 把握每一次賺錢的機會 你才會真正大賺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請你跟上腳步 這是你最好的選擇 歡迎避險 不知道怎麼做的 請你跟上腳步 用最快的速度 幫你翻身 帶你買標股 賺大錢 註銷算益 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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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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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